美國加州在4號有一架小飛機 疑似因為機械發生故障 迫降在高爾夫球場上 驚險畫面全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而當時飛機還差點撞上附近的目擊者 幸好沒有造成任何人傷亡 飛行員也只有受到輕傷 一架小飛機突然失控墜落 在地上磨出一道長長的痕跡 還差一點撞上一旁的目擊者 最後衝進移動建築後停止滑行 驚險畫面全被監視器拍了下來 事發在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 4號一架小飛機 疑似因為機械故障失控 從離地120多公尺的高空落下 迫降在當地一座高爾夫球場 最後撞進一間禮品店後順利停下 警方在現場拉起封鎖線 可以看到機頭部分毀損 機輪脫落 不過飛機整體沒有受到太多破壞 幸好有附近一座高爾夫球場 他能放在地上 無人傷勢 這起意外有三台監視器捕捉到坠機瞬間 所幸沒有撞傷募擊民眾 飛行員則受到了輕傷沒有大礙 已經順利脫困前往醫院治療 坠機意外導致酬場短暫關閉一天 不过目前已经恢复营运 详细事发原因还有待厘清 赵宏腾编译